很肯干 但是说实话你要看好 你想娶我回家 你倒是什么意思 太可爱了 这个哥哥他说 城市的人 看看走眼 我是低低大的农村人 能照顾的家人 能照顾的老人 非常的贤惠 非常善良 像你这么说话 我好喜欢 哥哥姐们 你们喜欢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小周确确实是一个 我们具体是修了几辈子 但是你们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好吧 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今天有这个缘分 真的是我非常的幸福 问我生几个孩子 问我能生几个孩子 这个能生几个孩子 不是我输了算吗 这个哥哥他 说的你要算吗 哥 妹妹太乖了 太可爱了 生八个呀 我该生一生 生两个就可以了 是不是 感谢我们 丰盲林姐哥哥 对你把那个灯盘点亮了 把小周的名字带上了 从此以后 真的怎么样 你都不会把我弄丢了 怎么样都不会把小周弄丢了 你这个脸型啊 你这个脸型就喜欢 是不是 看你 就是你喜欢的人 是不是 哥 所以是你叫我生三个 生两个 不管是说生八个 生十个 昨天是我和谁生 财礼多少钱 嫁给我吧 这个哥哥说 问财礼多少 叫嫁给他 哥我想问一下 你们那边的财礼 你能出多少 以你们那边的风俗习惯 你能出多少 四管婴儿要不要得 哈哈 四管婴儿也要得呀 主要是我怕 我怕我 你还听说 那个四管婴儿 那个很贵呀 我怕我住不起呀 那个四管婴儿成本太高 如果我今年还嫁不出去 我就去四管婴儿算了 好不好 说说哥哥 你们你们是不是 你叫我生 我去哪里生 我找谁生去 我一个人怎么生 9.9万 8万财礼 10万左右 12万 20万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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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伎娘哥哥是哪里人 你们那里20万是哪里人 我看一下我们哥哥们 有的说10万左右 3690哥哥说 10万左右 欢迎申哥找我儿子吧 申哥你是哪里人 申哥 申哥你是哪里人 9块9帮游 9块9帮游 你能接招吗 我怕你 9块9帮游过来 你养不起我 那你肯定养不起我 就叫我9块9帮游 你能说说9块9帮游 大哥 我真的是佩服你 那你肯定养不起我 我敢包游过来吗 你肯定养不起我 你相不相信 你也能养得起我吗 哥哥是荷兰 商丘 是不是 有荷兰商丘的 青岛是38万 这个平安哥哥说 青岛是38万 买哥 刚刚那个哥哥说 叫我9块9包游过去 我口口了 哥我先喝喝水 我说实话 哥你叫我 那个9块9包游过去 我真的 我过去你养不起我 养不活我 欢迎朝阳哥哥 欢迎朝阳哥 欢迎裁员哥 欢迎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欢迎懂得珍惜哥哥 欢迎你 中秋节快乐 欢迎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欢迎大家 下午好 因为我们这里天还没黑 所以说的话 只能说下午了 有的哥哥说 他们那里已经黑了 就是晚上了 对不对 然后小周这里 现在还是 来湖南做我的孙子媳妇 这个爷爷 爷爷你好 很高兴认识 叫我去做你的孙媳妇 谢谢感谢 感谢爷爷 那我叫你爷爷吧 那个感谢你对我的认可 说实话 不知道你孙子 喜欢周周的这份 勤劳肯干的 这份说实话 这种精神 说实话 你喜欢农村的女孩子 可能非常的勤劳 能吃苦 但是你的孙子 不一定喜欢我 你的孙子 不一定喜欢我 我是什么地方 我是什么地方 哥哥 美女真漂亮 我是什么地方 来哥你们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我看到有很多哥哥 温馨提示一下 你们每点关注 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每点关注 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有的哥哥他说 他在刷视频的时候 就看到我 有地址的 然后在我的视频里面 可能里面刷的时候 也看到到我是哪里人 所以说其实有很多认识我的方式 但是一切 你们先把免费的 一旦转身 可能就是一辈子 今天咱们相遇 是缘分 做所有的哥哥姐们 中秋节快乐 我老公是做什么的 做什么的 我都先喝口水了 我再和你慢慢的摆农门证 好不好 这个农门证 我都慢慢来摆 我先去 我先去喝口水 我老公是干什么的 我先摆一摆我这里 我先摆一摆我这里 拍一摆我的胸脯 拍一摆我的胸脯 拍一摆我的胸膛 我说实话 我去喝口水了以后 我再和你慢慢的摆这个农门证 问我老公是干嘛的 哥 你们站站不要停 把米费先点起来 问我老公是干嘛的 有哥哥说我老公是当官的 有的哥哥说小周离婚了 有的哥哥说老公早就跑了 有的老公是隧道工 老公究竟是哪里 我这个农门证 我再和你好好的摆一摆 好不好 来哥 说的哥哥基本 你们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一点 伸出你们发展的双手 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我怕等一下往我卡 天色而且不早 我怕等一下往我卡 等一下你们找不到我 你们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好不好 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我我我酝酿一下 我喝口水 我喉咙干的不单屌 我喉咙干的不单屌 你们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我喉咙特别的干 我先把关注点上 慢慢的摆 我对 我把水喝了1314 你看这个数字多好1314 你看你们家的水 你们有没有给我口水喝 我必须要喝口水呀 我必须要喝口水呀 哥哥姐姐们 你们家有水没没有吗 出话来了 欢迎九龙哥哥 欢迎所有的哥哥姐们 欢迎大家 是不是 喜欢看我们家的山 我什么时候又到江西去了吗 我老公什么时候又到江西去了吗 我老公什么时候又到江西去了吗 哥 你这个太幽默了 江西哪一个是我老公 江西哪一个是我老公 我看一看哪一个是我老公家 婚姻爱情是要凭缘分的 是的哥哥 这个是要靠缘分 所以说今天咱们相识就是缘分 真的 如果没有缘分 咱们今天都不会认识 你们说对吗 所以说我希望所有的哥哥姐们 你们先把免费的关注点上 我喝口水 再和你们好好的摆 锤子哟 他说锤子说话呀 明明就在四川 欢迎我们七有个 我也是